大家好,我是阿勇 鸡肉之美味极其自补 在寒冷世界以鸡熬汤 既能温中取寒 亦能滋养身体 深受老少嫌疑 然而炖煮鸡汤之初步 很多人困惑于到底焯不焯水 焯水吧,广觉营养会流失 不焯水吧,感觉腥义味会比较大 那本期视频就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正确炖煮鸡汤 首先,炖汤必权母鸡 由以一到两岁之老母鸡为伤 此类鸡肉它胃美而营养丰富 脂肪易于人体吸收 首先呢,我们先洗净这个鸡身 先用剪刀剪去其头部 再去其淋巴与喉管 这不很关键 一定要去其淋巴与喉管 下面呢,再次修剪抓剪 鸡屁股呢,也剪去扔掉 不要了 这里面还要注意点哦 屁股两边的老皮也要去除 我们在酒店喝鸡汤的时候 都是整只在炖 并没有把鸡破开 而且品相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这个里面呢,一定要注意的第一点是 要把鸡的内腔去除内脏后呢 一定要清洗干净 尤其是骨架中的血水 以及淤血 为了方便演示呢 我用剪刀剪去两边 这样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 鸡的内腔呢,已经清洗得非常干净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定要切剪 那下面呢,我们就为炖煮来做准备 炖汤之际呢,这个鸡切勿直接下锅 须先以肺水浇积 此举可去腥味,锁住营养 使鸡皮紧缩 炖出这鸡汤呢 色泽金黄,赏心圆满 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呢 就先把水烧开 采取白切剂的做法 进入锅内三进三出 烫了这个时间不要太长 这样的做法呢 炖鸡的时候鸡皮不会裂开 烫的时间在一分钟左右足以 一分钟后呢 我们控干水粉 再次放入喷中 我们给鸡身上淋入黄酒20克 翻动鸡身 使其均匀腌制 下面呢 再加入一颗白胡椒粉呢 涂抹均匀 腌制上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后呢 我们把鸡放到锅中 家里有砂锅的话 可以放入到砂锅里 我们往锅里加入洗净的红枣 熟火 泡花好的香菇几个 葱段与姜片少许 白胡椒粒十克 黄芯两克 广森五克 白芷一到两克 黄酒五毫升左右 下面呢 我们再加入开水 这点很重要 跟我们记录是开水 水量亦超过机身 或跟机身平行为假 温火慢吞 下面呢 我们盖上盖子 滚开五分钟后呢 我揭开盖子 大家可以看到是没有血沫的 这个在浅气清洗机的时候呢 就很关键很关键 下面呢 我们盖上盖子 小火慢炖上 一个小时以上 时间到了之后呢 我们结干 这时候呢 香气四溢 鲜美无比 下面呢 我们往里面加入 米克的枸杞 加入少许的食盐即可 丝大非常简便 而且味道美营养 你学会了吗 更多加上赞 就收藏点赞 安语媒介绍 安语媒介绍 一点普通的米克分享